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王一博粉为什么叫百香果? 百香果指的是肖战和王一博CP粉的自称。 王一博和肖战的CP名是,博军易肖,博等于B,肖等于X,女生等于Girl,和在一起得化便是BXG等于百香果的简称。 王一博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男歌手、演员、主持人、职业摩托车赛车手。 2014年9月15日,以EMIQ组成组员身份宣布成名出道。 12月,组合获得《京教爱奇艺之夜》颁奖典礼及具期待组合奖。 2015年,出演青春励志电影《梦想合伙人》。 同年,随组合获得酷音乐亚洲盛典本年度国内最佳新人奖和《京教爱奇艺之夜》颁奖典礼年度音乐大奖。 肖战是中国内地男演员、歌手。 2015年,以参赛选手的身份参加浙江卫视才艺表演培养唱歌选秀节目《燃烧吧少年》。 2016年4月,出演校园星座超能力网络电视剧《超猩猩学员》。 2017年,在古装言情热血传奇剧《狼殿下》中扮演四海魏家的阿卡丽吉冲。 2018年4月25日,古装剧奇妙网络电视剧《哦!我的皇帝陛下》在腾讯开播,肖战凭北唐默然一脚出路锋芒。 大家都知道,肖战、王一博主演的《陈情令》走红,一夜就晋升一线影星,走红后却非常少见到他们同场,或一起出演电视,免不了有一些缺憾,终究两人都有自己的发展。 在2019年11月初的时候,在《陈情令》南京演唱会上,肖战对王一博情深告别,云梦将是未无限告辞。 随后居公问候,情深一切,有有不舍,却又十分决然,显示屏上也打出了四个字,后会无期。 寻回演唱当日,王一博也出文告别,配了一张散开发带的相片,有网友推断寓意为绑定,即是跟蓝旺姬道别,也是跟魏英道别,告别往日,才会出现新的人物角色。 也就是告知大伙儿,陈情令告一段落,望线组合告一段落,无期也将不会在同台演唱,从今以后两个人风雨同舟,分别打开新的篇章。 伯军一销再次登上热搜。 俄语梗引粉丝狂欢。 伯军一销成为热门话题,王一博和肖战的默契与友情受追捧。 粉丝群体庞大,分CP粉和事业粉。 伯军一销频上热搜,相关艺术创作受关注。 但关于两人关系的讨论引发争议,粉丝呼吁关注作品。 要想博得粉丝一笑,伯军一销这一组合名在粉丝圈内绝对是热门话题,它已然成了一了一文化圈的一股独特现象。 要探讨博军一销,首先得提一对主演的艺人,王一博和肖战。 二人的优秀表演在剧《陈情令》中赢得了一了大批粉丝的热爱。 粉丝们不仅为他们的作品着迷,更对二人在剧内外的互动充满了喜爱他们之间的默契与友情, 是粉丝狂欢的热情背后,引发的深入探讨与思考。 他们聚集成了一个强大的CP粉群体。 对于这些CPCP粉丝而言, 伯军一销不仅是两位名字的叠加,更是信仰与期盼的象征。 粉丝人数将近400万,这数字印证了博军一销在粉丝心中的崇高地位。 人们对这个组合的热衷,源自于他们之间的每一次互动仿佛化学反应, 似是天生一对。 两份星光,事业粉的坚持。 伯军一销的魅力不仅吸引了众多的CP粉, 也为一大批专注于欣赏他们个人职业成就的事业粉打开了门户。 这些粉丝聚焦于王一博与肖战各自的作品, 演绎路途以及他们在业界所获得的成果。 他们对两人之间是否存在特定情感关系并不在意, 他们更欣赏的是各自的能力与所取得的成就。 王一博,一位全能型艺人,不仅能胜任演员的角色, 还身兼歌手与舞者身份,甚至在主持综艺节目领域展现非凡才情。 而肖战,以其卓越的演技与歌唱实力, 已在娱乐圈中脱颖而出,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伯军一销的热搜与创作 伯军一销不仅在粉丝群体中炙手可热, 也屡次机身社交媒体的热门搜索榜单。 近期, 由Chengli Jio Ba, 老师创作的内容有关于伯军一销的话题再次火爆网络,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热潮。 Chengli Jio Ba, 老师是一名极具才华的画家, 其作品以伯军一销为核心, 以细腻的绘画技巧与鲜活的表现手法, 巧妙捕捉了二人之间的情感与默契。 这些艺术创作不仅赢得了粉丝的青睐, 也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的关注与欣赏。 尽管伯军一销的粉丝基数庞大且热情高涨, 围绕他们关系的讨论却饱受争议。 一部分粉丝坚信这份情感的真实性, 通过捕捉的种种细节来佐证, 而另一派择持认为两人只是形同密切好友的观点, 更多地期待着他们事业上更大的成就。 这种分歧在粉丝群体中引起了广泛讨论, 有人认为, 无论他们的关系如何, 只要他们开心, 我们就感到满足。 另一种观点则主张还是多关注他们的作品比较好, 毕竟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实力体现。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再见。